每一期都会带你走进一个你耳熟能详 但又缺少发现的地方 大家好 这里是暴走这大 本期的暴走呢 我们将带大家走进 走进什么来着 紫禁港能走的都走的差不多了 没什么地方可去了 这样子啊 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暴走这大 我们下期再拍 好吧好吧 怎么会没东西拍呢 我们就算是绝第三尺上天入地 暴走这大都要带给大家欣喜 说到做到 今天我们就把紫禁港的地给挖开 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个冒烟的警告 据我分析啊 这里就是地下城的入口了 这白烟啊 肯定是有人在下面做饭什么的 说起来还真有点饿 其实啊 每个这大的学生肯定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这白烟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杨卫校长在地底下炼丹 还有人说 这个白烟有毒不能多闻 其实啊 这井盖冒烟的奥秘啊 我们真的要到地底下去看一看 要寻找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呀 蒙鸣尾楼是第一站 平时都来蒙鸣尾楼 听听讲座 听听报告什么的 你肯定没想到这下面还别有洞天 follow me 看这里 动力中心机房 机房种地 闲人陌入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寻的目的地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呀 就是蒙鸣尾楼底层的大机房了 这里也是我们平时难得一见的地下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庞大又很复杂的机器 然后还有这些看起来很精密的仪表 其实呀 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我们在宿舍能洗得上热水澡 在食堂能吃得上热腾腾的饭菜 其实都是他们的功劳 马上来跟我看一下 学生宿舍区的热水 食堂的热饭菜 还有教学区冬天的供暖呀 其实都是通过蒸汽来实现供暖的 所有的蒸汽在大锅炉房进行烧好之后呢 就会集中到这个大机房来进行调配 分别分为三路 书网 食堂 教学区和学生宿舍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很大的阀门 这边挂着一些小牌子就写着空调 食堂 东教空调之类之类的 其实啊 这些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为我们提供这些热量的蒸汽了 但是为什么地下井盖会冒这些蒸汽呢 难道是管道漏了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埋在地下的蒸汽管道呀 因为它们被烧的实在太热了 跟地下水进行作用之后呢 就会放出二次蒸汽 也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白烟了 所以呢 这些白烟不是阳卫校长炼丹的时候放出来的气 也不是什么毒气 同学们大可以放心的从中穿越而过 你猜对了吗 把水变成蒸汽这个最简单的物理过程 有的时候就需要最庞大的设备 最精密的仪器和片刻复理的监控 因为它关系着我们校园中数千人的饮食体属 但是其实呢 制造蒸汽的原理啊 依旧很单纯 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的大锅炉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四个火车头一样的仪器 这就是我们现代的全自动蒸汽锅炉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个屏幕上面显示着 安全运行1172天 也就是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这个大锅炉房啊 一直为同学们的生活尽职性的尽心尽力 井盖冒烟之谜啊 现在我们已经解开了 但是刚刚有位工作人员 告诉我 这个夏天过去之后 这种井盖猫烟的现象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啊 我就要带大家到天上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白沙宿舍楼的最顶层了 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里的视野非常的宽阔 真是意想不到的好风景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啊 一些跟萌蜜尾楼搭机房很类似的机器 但是这些机器呢 是通过从空气当中获取能量来实行供热的 而不是通过蒸汽来供热 原来蒸汽供热呀 成本高能效低 不利于节能减排 所以我们学校正在逐步实行改造 用这样更先进的机器来代替蒸汽供热 所以这个夏天过去之后 同学们在校园中也再也不能见到那鸟鸟的白烟了 这么庞大的一个校园 单单一个白沙宿舍区就有这么多的机器了 更别提还有单青蓝田避风 东1234西1234 该有多么庞大的一个机械王国 藏在我们的脚底和头顶上呀 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械王国 都被一个国王紧紧有条地掌管着 那就是我们的能耗监管平台 今天探险之旅的最后一站 就带大家去拜见国王 这段大学 渐行校园能耗监管平台 位于医学院曾和楼的后勤处监门班内 是用来监管各个校区各建筑的能耗情况的 每个地下管道漏的水 给个校学区用点超额 都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表现出来 可以说呀 能耗平台是我们浙大 用来进行节能减排的一个风向标了 最近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 其实都告诉我们 浙大在节能减排上投入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设备可以一再更新 技术可以一再先进 节能减排的意识就是最重要的 为了下期的抱走浙大 你能看到一个更美丽的校园 能看到更多让你难忘的景致 请马上行动投入到绿色校园的建设中来吧 这里是抱夺这道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